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来到鸡月台的飞运店 我叫叶英 是这里的总管 你们将在这里开始为期一年的培训 我希望你们通过在这一年的学习里 也能够像他们一样 自信 真的吗 明年我们也能这么美吗 放心吧 明年啊 我们一定比他们还要美 现在大家来领防号 鸡月台意味着机会和重生 宋大人 你怎么过来了 皇上 你怎么才来 皇上 你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宋大人 起来吧 朕最近特别烦 幸亏你来了 要不然你让朕 我 别打了呀 我不许打我脸 我 我不许打我脸 我 我还要激我当下 这样的全都接待的 你怎么恨的你 我不敢放上 你可要注意啊 别打脸 我想要吓了 我打死你 我可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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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风儿 你也在这儿 哇 这儿太美了 是啊 既然我们以后生活在一起 那我们都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 我叫雪儿 家住京城 家父在朝为官 后来家里出了一些状况 我又听说了计计台的传闻 就来这儿了 我叫燕儿 我从小就被我爹卖给了我师傅 卖艺为生 后来我痛扁了一个调戏我的公子哥 没想到他假打势打 把我追得上天无路 所以我就逃到了这里 厉害 我叫芊儿 家住保定府 家里势带为商 我 我 我也是讨婚出来的 哇 你们两个好厉害 我叫芊儿 我爹是开镖局的 你不是临山镇的人吗 我爹死后我才到临山镇 跟着我师娘徐做面点的 面点 什么是面点啊 面 点 就跟高点差不多 那么一说我肚子都饿了 我们快去换衣服吧 一会儿还等着吃午饭呢 好 听说这次任务出了意外 是的 车队在临山镇被一群山贼截杀 等我们赶到时 锦衣卫已经丧失殆尽 什么山贼啊 这么厉害 我感觉不是普通的山贼 幸亏有一位高手恰巧赶到 山贼大愧 我们才得以脱身 一位高手 此事蹊跷 马上飞鸽传书主赞 是 等等 下午安排 我今天在飞云殿 见一下这批新来的女孩 对了 云姐 这次在临山镇 我遇到一个素质不错的女孩 就一道把她带回来了 素质不错的女孩 你就擅自做主把她带回来了 你不怕主子怪罪吗 等我见完这批女孩 你把她带到宣城的联络点 登封造册 后天的测试 得赶紧把这个女孩带回来 是 叶英 你知道擅自做主 后果如何 我怕到时候 姐姐也保不住你了 下去吧 是 云姐 这期共有十二个女孩 刚刚通过的有十个女孩 有两名不合格 这是名单 下去吧 是 刚刚进入季月台的女孩 大多都是从民间找过来的 素质参差不齐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像往期一样 在光幻和室身里面招募吗 这一次 是主子临时决定招募的 是为龙凤殿做准备的 所以他们学的 会跟往期有所不同 叶英 你是不是想问 楚儿的事 什么都忙不过姐姐的法眼 楚儿在这里三年了 每期考核都有参加 每年她都是最优秀的 我原本以为 她今年能出去呢 楚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两个不合格的女孩 交给豹楼处理 我们去见一下 新兰的这一批女孩吧 是 车队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季月台 我是这里的主人 以后你们都叫我姑姑 你们为什么要叫你姑姑呢 你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身世也各不相同 从进季月台的这一天起 你们就要跟自己的过去 说再见了 在这儿做对的事情 会得到奖赏 做错的事情 会得到惩罚 我希望大家都在这儿 保护好自己 尽量做对的事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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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ур, 你留下 蜂儿, 马上出发 叫暴奴带你下山 去一趟宣城 找到信封上的地址 将信封交给那里的负责人 务必要在晚上天黑赶回来 参加后天的考核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这就去找暴怒 等等 有一点你要非常清楚 你想借助纪月台的力量 找到你想要找的人 有些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 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将来是不可擅自离开的 想清楚之后告诉我吧 音音总管 你放心吧 我是想清楚才过来的 好 那我带你换个妆吧 换妆 一个人下山非常不安全 来 来看一看 来 换劲了 看看了 换劲 换劲了 我来看一看 我都可以 请问 田水巷怎么走 田水巷 就在前面 谢了 公子太客气了 那儿 买了 开门 好啊 行 好啊 老公 好啊 空啊 我们一样 不是小子 对不起 来几烤肉 好嘞 马上来 你 肉脖肉 肥的你 等等等等等 谁是小偷啊 你是小偷 你再说一遍 你就是小偷 这臭秀才 这臭秀才 但你这臭秀才 你干吗要约问我是小偷呢 你个大眼子 手里拿着我的荷包 还在狡辩 我拿着荷包就是偷啊 忽然呢 少废话 相信吧 走 带他见关注 不是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先放手 不不不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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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好说嘛 跟你这种人没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 我跟你好好绿绿这件事 刚才我一进来 给你 你 大眼贼 别让我都见到你 这 这是什么事嘛 我明明不是抓小偷了吗 怎么别人可以把我 当成是小偷呢 不转得像小偷吗 大眼贼 臭秀才 等我查到你 我一定搁你停 我把你扁扁扁扁扁扁 你这种做的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我和你探讨一下 该怎么做人吧 你确定吗 你说呢 其实做人是很难的 其实做人是很难的 看看雷霞挂劲了 看看吧 慌儿 你让本宫给你更多的权利 本宫给你了 你是怎么做的 内阁和礼部的众臣们 跪在昆宁宫外哭诉 请求告老还乡 你这个皇帝是怎么当的 你让我死后 怎么去面对你的父皇 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啊 你啊 还是好好反思反思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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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了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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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首式的 都来看看 母后肯定会喜欢呢 大� possiamo 这是我现在 老板 买下了 我的了 老板 这银子是他偷来的 不能卖给他 你哪支人看我是偷的了 哪支人 在小酒馆的每一个人都看到 偷了我盒包 你还含血喷人 在酒馆是我给你拿回的盒包 你忘了吗 你这样的话 我就要拉你去见官了 你信不信 去告诉我 我有人证物证 你就是靠个皇上的 你也赢不了我 不管了 反正这是我的了 大哥 大哥 我看你一表人才一关楚楚 如果偷东西是你的爱好 我告诉你 拜托你不要去偷那些 穷虎的老百姓 来 转过去 看 大月春秋府里面 都是有钱人进进出出 老板 他是个贼 大月春秋府 如果你把东西卖给他 我抓你 你只知道大月春秋府 和我是什么关系 大月春秋府是我 秋秋彩 来来来来 今天收套了啊 不卖了 不卖了 不是 老板 这是 这 这是干净的 老板 这是不脏的 老板 是干净的啊 但是我不卖了 不卖了 好吧 我来吧 好 我来到你了 你是我 因为我的天哪 很多人啊 我来到你了 不卖你了 我来到你了 볶 letters 我来到你了 不卖时 我来到你了 我来到你了 你要不卖 我来到你了 你要去 我来到你了 然后我来到你了 我来到你了 你了 刚刚说到你了 凤儿 累死我了 我一大早就出去赶路 凤儿 你可算回来了 还怕你赶不回来测试呢 凤儿 是你冤枉那个大眼公子了 我怎么冤枉他了 我的荷包就在他的手上 怎么能出冤枉呢 按照你说的呢 那个大眼公子是拿着荷包 在门口等你 很显然 就是你的荷包被小偷偷走了 他想拿着荷包还给你的 你说的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 好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调整好状态 好好参加明天的测试 好吧 好 快睡吧